我现在就是一个想法 这个东西可以做 往后放 不要在第三期上 我们可不可以放在第六期 不是第七期 第三期按照我们原来 跟大家的沟通 我们做那种 用实力说话 因为咱家的每个人唱歌 都很发达 都很厉害 这一期我去展示一种实力的展现 煽情了我们往后跳 我是这个音乐 那我就谈谈我先吧 就是说 从拿到这个本 到今天面的 到此时此刻 我一直在坚持 愣着这个 包括大家可能都由我质疑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 因为老皮说的也有道理 我也考虑过 之前的前两期的模式已经很好了 为什么还不在意 你续下去吗 因为首先我考虑第一遍 就首先第一期 我们表现得很好 第二期 更好 那么第三期来怎么才能 利用海人那样一个模式来跨游戏 再加上头两期 已经有小史上在 是有小史上在 它是不是也起到 昌热的一个模式 如果说 这样一个模式 刚刚如果小史上不在的话 它会不会又变成一个 会不会又减分 我是这样的 这是我第一考虑 第二呢 已经有了两期 这样展示我们的东西 我觉得已经先 就够了 而观众知道我们很能爽 也很能玩得开 就够了 然后呢 这一期呢 咱们走一个 走一个就是说 让观众意想不到的那种 那种出现 就是说像我刚才 刚才我说的也是 这种很业的 反正剧本 跟大家也都说了 前面是那种 玩得很开 后来又进入一个 很温情的那种 首先那剧本 那种合理的 它没有建立在一个合理性 所以我们还想拿时间 去把它改合理的进步 另外你刚才有谈到 沈阳哥不在 对 对吧 那么 沈阳哥不在 他要在这 比如说我冒点险 我去打一个别的牌 我还放弃 因为这个舞台 大家都很优秀 就是 他 既然沈阳哥不在 我们就更不应该去冒险 尝试这个东西 如果 宝贝尔不是说 咱先不说名次 因为这个东西 咱们两期就定了 我们能不能晋级 如果第一期 我排到第五第六 第二期 两期就要淘汰了 如果真出现问题了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那比你这样 就是说 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做别 这个也的确是一个风险 我这一两天当中 我也在不断地考量 我自己的内心 我也在 力量我自己的内心 就是说 我这个时候 我到底能不能撑这个起来 到底能不能做 做得了 做完之后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说出现大问题 我向所有人都 这个责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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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